騎士奔駛在馬路上速度非常快 但仔細一看 他竟然騎上台68快速公路 讓一旁的駕駛嚇壞了 我幫你錄了啦 我要照鏡 這名騎士疑似不熟悉路況而誤闖 而整條快速道路上 只有一輛白牌機車 騎士不僅穿梭在汽車和大卡車之間 還一度騎到內線道與汽車針道 看上去相當危險 一輛白牌機車騎在快速道路上 被夾在兩台黃牌重機之間 已經明顯違規 其實白牌機車闖台68快速道路事件 層出不窮 不少網友都說已經見怪不怪 實際開車到現場 台68西起新竹市南寮 東至新竹線的竹東大橋 駕駛都要前往竹北 或是竹科園區快速又方便 因此有不少機車族 為了省時間才會騎上去 機車不得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 否則將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儲新台幣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罰還 再看一次危險瞬間 機車誤闖到快速道路 過程中還把車騎到內線道與汽車針道 而這樣的行為不但危險又傷荷包 記者何孟謙林玉鈺 新竹報導